谷子桥这日举行首个演唱会的记者会 不过就有传是因为胡鸿军被公司雪藏 所以Hana才有机会开演唱会 到底是不是真的 这次的旦夕是因为我们要牵着导演 Jack和Johnny我们的音乐总监 因为他们真的很忙 也跟现在很多很厉害的歌手们 在举办演唱会中 从中途去交一个档期给我 所以这个档期是为了他们去选的 所以不要多想啊 其实我肯定的小时真的不是太久之前 然后我一直来都想开一个自己的演唱会 但是没有想过可以这一年去举办 但是公司们他们都研究想念过 觉得可以今年就是可以开这演唱会 所以才有这个机会去开 所以真的非常感谢他们 即将就要举行一连两场的演唱会了 Hana的体力又应不应付到呢 两场是我没有预料之内的事 因为之前是想说一场啊 然后老板就说好像不够 然后就再开多一场这样子 我说两场已经够了 第一次就是要试一下 因为我真的不能太确定 那个体力能不能撑过去 但是我会尽我300%的努力去训练 因为我的体能跟一些其他的各方面 都会去努力一点去训练 希望可以让最好的自己来见大家